中国南南大胜台北,渡风赛后,输会休息,周期郭予伦遗憾,球迷担心。 好,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的小迷留球,我是小迷。 在视频的开始呢,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南南球迷给小迷的视频,点点赞,点点关注,谢谢大家。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南南最新情况。 大家都知道中国南南目前来说正在参加南南选赛的一个创股期望。 我们在昨天比赛中是七分之差输给了澳大利亚队,也是比较遗憾吧,因为作为中国南南来说,我们在第三年打得非常不错,差一点就掀翻世界强队,澳大利亚队。 虽然说澳大利亚队本次没有征召M1球员,但是呢,他的二队势力也是非常强劲。 中国南南在输给澳大利亚之后呢,在今天也是赢了第二个队数,中国台北队。 这场比赛啊,中国南南是大胜对数吧,虽然说上半场有些胶着,但是下半场呢,中国南南挑整战术也是非常轻松的击败了中国台北队。 最终中国南南以36分决大分差击败中国台北队,确实可喜可贺。 但是呢,比赛结束之后呢,杜丰呢,也是在赛呼啊,受到了获得消息。 什么获得消息呢?因为看过比赛的球迷都知道,本场比赛啊,我们在阵中啊,缺少一名决队核心。 是谁呢?就是孙明辉。 因为孙明辉在上一场比赛中啊,是与澳大利亚比赛中呢,也是受伤下场,最终呢,被枕当为手掌骨折。 可以说,这对于中国南南来说啊,确实是一个获得消息。 因为孙明辉的整体实力非常强,在上一场比赛中啊,面对澳大利亚的主力后裔,德拉维多啊,也是基本上能够防他,没有什么处处机会。 这个德拉维多啊,也是在M1秀里多年,整体实力非常强。 目前来看,除了孙明辉啊,中国南南这种的,想要单防,德拉维多啊,确实比较快难。 因为孙明辉的整体的身体对抗啊,非常强。 在上个赛季也是率领广和上南南闯进了总决赛。 而且啊,也是曾经获得过扣篮王的冠军。 可以说,孙明辉的身体素质啊,在目前来说,整个中国南南阵中啊,在护卫线还是比较强的。 随着孙明辉受伤啊,对于杜峰来说,确实是一个坏消息。 因为我们在下一场比赛中啊,将会再次对战偶打烈南南。 谁去担防德拉维多娃呢,这种可能球迷啊,是非常担心吧。 作为孙明辉受伤之后呢,球队的两位老大哥,郭伦伦和周琪啊,是非常遗憾吧。 因为孙明辉呢,整体势力非常强,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南南帮助是比较大的。 但是呢,孙明辉受伤之后呢,还有可能缺席本次的所有的十一赛比赛。 我们希望呢,孙明辉能够好好养伤吧,能够在养好伤之后呢,再次的为中国南南效力。 也是祝福孙明辉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,比赛中越来越好。 好了,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,下期再聊。